共同主席拿多斯里阿莫扎西的水灾选举论引爆争议 那究竟大选何时开打 以及是否真的会碰上雨季 目前还是个未知数 交通部长拿多斯里魏家强就表明 现阶段选举筹备工作和救灾部署行动必须同步进行 他也强调大选碰上水灾和故意在水灾时举办大选 本质不同不能够混为一谈 交通部长兼马华总会长拿多斯里魏家强 出席国家基建公司活动后 对于昨天的内阁会议具体谈了些什么三间其口 但他证实会议确实讨论了选举筹备工作和水灾应对策略 当被问起如果年底举行大选碰上水灾的看法 他先说明自己不懂何时大选 现阶段也不愿多揣测 但一切按张行事 最重要的是政府不会故意在水灾期间举行大选 总之必须未雨筹谋 大选今年还是明年登场 包括从宣布解散到投票那一天会发生什么事 没人说得准 无论是水灾或其他情况 只要大选哨声响起 各政党都必须面对选战 与此同时,魏嘉翔对一席谈判和临选候选人事宜大卖关子 至于马华备战工作准备进度 他说早有准备,但称不上百分百就绪 毕竟就像足球赛,赛事还没开打,还没热身 尽管大选会不会碰上水灾还是未知数 但抽样访问的民众就认为,语计办大选不明智 Very dangerous, więc很危险,我建设сção our politicians themselves should think about our citizen first, and then they put the politicians things aside, and think about their citizen safety. Kalau masa pilihan raya dijalankan pada masa banjir kita akan tahu ramai yang tidak akan dapat 也有人更关注经济 也期待政局稳定 马币走强 民众不便主张推迟大选 优先关注防灾工作 巴东空间许文杰 吉隆坡报导